原警巡邏车区发现蓝色上衣老翁一步一步牵着电动车好心上前关心 老翁表示刚出家门骑电动车不慎摔倒 脚溜着血却不愿就医 甚至看到原警上前还急着想要离开 热心远景直觉不对劲 果然一经搜查口袋一脚露出小小一个夹链带身影 一看发现是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警方立即调查资料库 发现他身上背有多起毒品前科 才警觉一个关心竟抓到双北毒王 男子被逮上铐一脸无奈 哀求警方不要办他 因为他算一算已经要被关上40多年 现在又最佳一等 自称有十多案贩卖毒品的案件 总计被判刑40余年 于是哀求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放他印码 这名州姓毒贩短短于五年左右 身上就累计了十二件毒品贩售及持有案 在双北贩毒窃盗样样来 而他其实才55岁就因吸食毒品 让身体虚弱不堪 这下后悔也来不及了 记者物打博物资宜新北市报道 请教订阅明镜 Spotify 请教订阅明镜 프로 Señor